我这次是 来到西来到那个布里斯班 是开那个世界宗教师一家的一个会 那个正好呢 茂森博士是我的老师 是我的恩师 你别看他比我小 他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 但确实实是我老师 我儿子今年25岁 1984年出生 比茂森小不了多少 但是呢 这个萝卜 萝卜虽小 但他在背上 背比我大 这个 我来到这儿呢 其实第一个呢 我要给大家说的 我不是什么老师 我呢 是把我自己的失败的经验 做人失败 做事失败 家庭失败 身体失败 这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 家庭 事业 这个身体 这个学业 要把这个痛苦的经验呢 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干嘛呢 就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不走我的老路 能够呢 避免我的灾 人生灾难 我就是这一个目的 大家管我叫老师 我的盘流通的很多 而且呢 到哪去 现在都有人给我鞠躬啊 要跟我照相啊 还有很多 很多居士啊 学佛的同修们 给我 给我送什么营养品 送茶叶 送什么蘑菇 送什么橄榄油 送什么花粉 其实 我1955年出生 到今年是54岁 我何德何能 我坐在这儿 给你们讲 我道道弟弟 是个凡夫 我一点都不比你们强 你们信不信 我真的 我之所以敢在这儿 给你们讲 没别的 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像我一样 54年 我是52岁碰到佛法 遇到我们最 最亲爱的这个金空老法师 我才 回过头来 才开始断额修缮 才开始 这54年 我最幸福的两年 就是跟着师父学佛 前面52年 又是文化大革命 又是经济改革开放 又是做买卖 人生啊 最后被这个力啊 被这个钱啊 折腾的一塌糊涂 那么我今天是不是就好 好了很多呢 比在座诸位 首先 我肯定不如在座诸位 信不信 不信 我举昨天的例子 我给大家说说我的烦恼 自私自利 所以昨天晚上我回到宿舍 我本来是个好心 请那个云南代表团去吃饭 是吧 我们有很多香港台湾的居士 准备在云南基足山 滨川县基足山镇盖华言寺 那么这次呢 我们请了这个基足山镇的这个 呃 基足 滨川县的宗教区局长 基足山镇 杀纸大队的党委书记 来参加师父举办的这个世界宗教实习家 那我当时是 是非常 我觉得我非常 Generous 非常慷慨 我说 我说那我今儿 我请客 我请大家吃湖南菜 他们邀请我去 我说你要让我去 Either我去 好 我掏钱 我要去我就掏钱 我要不去我就不掏钱 我是觉得这两个女居士 在台湾和香港很不容易 来到中国云南 基足山脚下来盖这个华严寺 我自己搞过工程 搞过房地产 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啊 招投标 是吧 七通一平 你必须把水啊 电啊 路都得修上去 所以我当时想呢 师父说呢 呃 要多为别人着想 是吧 来到澳大利亚了 我是一个大老爷们 对吧 那俩女居士 还是台湾人 香港人 我得 呃 表示表示 我说今天就我掏钱请 你不是是好事吗 是不是啊 明明是好事 吃上饭了 吃上饭了 这习气就来了 昨天晚上 到今天不到24小时 我给你们讲讲胡晓琳的表现 哈哈 这个 吃上饭之后呢 就点菜吧 是吧 人家是吃荤的 我是吃素的 所以有什么 什么水煮牛肉吧 啤酒鸭吧 然后又是什么 毛氏红烧肉吧 回锅肉吧 点了好像是 我表示啊 表示我慷慨啊 表示我大方 我们点了六个荤菜 只有两个人吃荤菜 我们点了六个荤菜 八个素菜 你看 盘不大 我发现那个 布里斯班的这个餐馆的菜量太小了 哈哈 完了以后 这菜就上来了 菜上来以后 大家吃得很高兴 我们还开了一瓶二锅头 就剩最后一瓶了 而且被开过 还让人家倒了一杯 说那胡先生 这酒啊 少算你两块钱 我说 我说没问题 我说只要有酒就行 我说你看你们云南多有福气 今天来到这 最后一瓶二锅头 太多了 你们喝了以后肯定难受 太少了 不是那意思 没白酒 五酒不成席 这云南人特别高兴 湖南又辣 还没爱喜欢吃辣的 期间 谁都没注意 少少一档菜 有一道菜少少 叫回锅肉 我就问着老板 我说老板 我们这还差一道菜 你怎么说就齐了呢 老板说是吗 我说回锅肉没少 老板说对对对 回锅肉没少 你们还要不要 我说那大家说 都吃得挺饱的 那就不要了 是吧 就去消吧 然后这时候你看啊 我这个傲慢心就起来了 我就跟那个在座的猪卫说 你看看 我吃饭是专家 我从八六年做生意 到今天做了二十年 我对这个桌上点什么菜 我是一清二楚 我明明白白 少少一档菜 我都能知道 你看 沾沾自喜吧 是吧 而且人家团里头 我就期待的眼光 看着大家 有人跟我说大拇歌 人家客气呗 我请客 对吧 我就希望别人能确认 觉得我牛 觉得我棒 觉得我聪明 觉得我比你们强 这是一个吧 昨天晚上回去 一念佛的时候 觉得不对劲 这么点小乐 无量寿经上怎么说 身着势乐 你对这个世间的乐 你太在意 你太放不下 您西方肯定没戏 不仅西方没戏 你还得去三恶岛 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改过 而已 学佛不是图热闹 学佛不是谈玄说庙 学佛不是波采众生 这个这个 博得别人的鼓掌和欢迎 学佛是改过 乐在哪里 乐在改过 天天能发现自己的错误 天天能发现自己的问题 乐在其中 所以我的乐是这么来的 第二个问题 还在这饭桌上 不到两小时这饭 我们六点半到餐厅 八点钟司机接 那湖南 这个云南代表团很高兴 喝得也很尽兴 大家说那就 多喝会儿 多吃会儿 吃饭饭 不着急 林会长慈悲 所以司机说好了 八点钟来接 你知道当时我说什么 甭甭甭甭管他 等着呗 你看 财大气粗吧 这是老板的习机就来了 那司机就是伙计 吓人啊 毕仆啊 弟子轨上讲的 特别不经意的 随口就出来了 就说昨天晚上 到今天也就二十个小时不到 六点半吃饭 这个 所以我们念 《无量寿经》最后的时候 老有一个 普贤菩萨 谨重计 事日已过 命已随碱 如少水于 私有何乐 你看这说的 这今天过去了 命就碱了一天 什么意思 离坟墓就近了一天 就和那大鱼缸里的水 又宽出一瓢来一样 水是越来越少 水没了 上海人讲话 您就碗它了 白白吧您的 日本讲话 OK 傻油那辣 您就三恶道了 大众当情今进 如就投然 甚物放异 就和头上着火一样 你千万别大意 你千万别放异 你昨天晚上我就放异 那你觉得高兴 请人喝酒 吃饭 就这两个 好在呢 我这学佛两年多 天天自省 有这种警觉性 捕捉到 这个问题 所以我把昨天晚上 跟大家吃饭 这个事儿 今天为什么开头跟大家说 就是要打消大家 说学佛 胡小林就怎么怎么样 什么都不是 不能说狗屎一堆吧 也差不太多 真的 我一点都不牵振 地子龟上有一句话 叫见仁善 即思其 纵去员以见机 我这次进到酒店大厅 准备check in 给我一个房间 我心特别忐忑不安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生怕这大会啊 给我安排两个人一房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喜欢一个人住 是吧 独惯了 老板嘛 到哪去都有秘书司机 家里有阿姨 不愿意两个人住一房间 但是又不敢说 那大会安排 我当时就想 我说这要是给我两个人一房间 我怎么办 我这睡觉又不好 换地方睡不着 臭毛病又多 是吧 睡觉又容易惊醒 我说当时我想 我要是给我两个人一房间 我能不能啊 我自己拿信用卡 开一个房间 我有钱啊 我觉得这不合适吧 是吧 大会安排组织呢 你说我要是一个人住 我要跟两个人住 可今天这就考验 我的时候到 世界宗教都是一家 你这两人一屋都不行 我说 我说得了 提起单天气 硬着头皮 等着钟博士拿着卡来了 嘿呦 我这高兴 胡先生 三六四 你自己一人一间 嘿呦 我一块石头就落地了 悍呀 真是佛不得保佑 你看 把佛不得用这儿来 哎 这个 你见仁善即思 其纵去远以见机 你看人家青岛来的刘总 刘克成 就是我们青岛来的 大企业家 企业一千多人呢 他跟明会长住一房间 两个人一间 人家刘克成 刘总拿着钥匙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刘克成没有到花言寺 讲十二个小时 人家也没人给刘总 寄什么茶叶 寄什么云南的蘑菇 人家刘总也没人给刘总 顶礼 也没人要跟刘总照相 人家当时钟茂森博士 我还记得 茂森不知道 记得不记得 刘总说太好了 多好的机会 能跟林会长住在一房间 好好向老大姐学习学习 你看看 我当时拿着钥匙 是一种什么呢 无量寿经上讲 若其想念 贪记深者 不取正觉 想念了 起心动念了 贪记深者 为自己琢磨 为自己打算 你看刘总 人家不像胡奥林似的 每天还读一遍 无量寿经 对吧 事是个人似的 学弟子 为落实者 人家就是特别的率性的 一句话 我想刘总是肯定是发自内心的 他 刘总也是大老板 那比我有钱 那刘总是女农事 他住一个房间更方便 那他怎么就会想到 我能这有这机会 跟林会长 这老大姐在一起 住这一晚 住这一次会议 我得学多少东西 这会儿跟我说的 我真高兴啊 我不需此行 大家看到没有 坐在讲台上的是我 真正应该上台的是人 刘克成 对吧 你就看出这种境界 是吧 这个事是 我们17号来到布里斯班 今天是21 4天前的胡晓琳 你说我在你们面前 我在这儿 人五人六了 还穿着唐装 给你们抢这 抢那 惭愧 所以印光大师说 这人惭愧就有救 就怕不知道惭愧 所以印光大师说 常生惭愧心 及忏愧心 我现在比较可喜的是 我经常生惭愧心 但是我这老生惭愧心也不行啊 我也差不多把频率给降低 你是吧 所以 这个 你知道我怎么警觉我自己吗 因为大家在一起都是学佛 我今年54 60岁以后的生活质量 肯定赶不上50岁以后 这10年 70岁以后的生活质量 肯定赶不上60岁 到70岁这10年 70岁到80岁 肯定赶不上60岁到70岁 就算你胡晓琳能活到老法师这岁数 今年83岁 30年 还剩30年 你先不要说 我有没有师父这道行 30年 一年365天 11800天 澳大利亚的钱币 你们试一试 10块钱一张 100张 100万块钱 10分钟用不了 就数完了 我到时候我能 我去哪 我这一万天 我能成就吗 我连这么点勾勾勾坎坎 我都过不来 我不去三恶道 舍我欺谁啊 啊 我就天天想这个后极量就冒汗 没多少时间了 食不我代 普贤菩萨 讲得对啊 事日已过 命已随减 如烧水于 似有何乐 所以我爸爸妈妈老问我 都说 霍晓琳你学完佛以后 怎么 你过去那么幽默 那么开心 那么什么 我说那叫傻貌 你知道吗 死都快落临头了 这还乐呢 不知老 老之将至 所以我天天的告诫我自己 我特别特别的这个 这个沉重 每天到晚上 我就会过电影一样 啊 今天早晨 我跟大家讲 早晨一起床 一下床 迎面扑来的全是烦恼 家里住别墅二层 一下楼阿姨不在 这得喝水 得喝水啊 李阿姨 第一声还是像个学佛的 李阿姨 第二声就 李阿姨 第三声 哪去了 完了 这无量寿星白读了 是吧 这早晨起来啊 很正常 因为家里三层 是吧 阿姨的厨房也听不见 稍不顺心 稍微慢一点点 这个就不高兴 这不高兴 就是沉恨心 这个沉恨心 您就去地狱了 再几个琢磨的 我们1955年10月31号生 今天54 你就 就抬不起头来了 就和霜打了一样 所以 就是这种心情 天天营绕在心头 如果说我今天这一天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 没说瞎话 一个领导打电话来了 胡耀林 哪哪哪哪哪 一个工厂 十万人工厂 准备盖职工宿舍 需要五千台炉子 就从座院上 是吗 领导 太谢谢您了 这一站起来 什么问题 接别人电话怎么不站 师父说了 听讲经的 那边说能挣一百万美金 蹭就走了 我坑坑我脸就红了 我就坐下来了 你看 一个领导打电话 说有一个工厂 职工 盖五千八百二十套房子 群众集资建房 准备采用壁挂炉 这这这话 我说这话得有一分钟吧 这半分钟就站起来了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跳加快 那时候我桌上放的是什么呢 师父九二年讲的 无量寿经讲记 师父是没在身边 惭愧吧 啪就给自己嘴巴坐下来 你在干嘛呢 这就是重大烦恼 面对金钱 面对利益 无量寿经放在一边 不是说不应该接电话 这是好事啊 你为什么没有平等心呢 对吧 人家人事部经理一进来说 有个员工到劳动局告咱们 说咱们加班税没给够 啪脸就拉下来 这一电话一来 碰就站起来 乐得好 自己就乐上了 我是没有看镜子 但我知道我自己乐是什么模样 所以 大家都是学佛人 要提高警觉 要增 要加强这种警觉性 我们真的不比别人强多少 我们真的从24小时 都在妄想分别制作 要想成就 不是参加法会 不是烧香磕头 不是什么建净宫法师赵张相 让师傅提个字 你就去西方了 这都没用 你得修行 中国老总统怎么说 痛改前非 不容易 痛 他真疼啊 真不容易啊 大家说 你这当老板呢 还有什么说的 一百多人的公司 员工都是你养的 你那么成功 你 这一年 做一亿五千万的生意 是吧 商品覆盖北京百分之四十 你这个还不幸福吗 虽然去不了西方 但是在人在人间 你也算人上人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说我是不是人上人 我没学佛之前 我零六年八月份开始学佛 看师傅讲地藏经 我麻木 我们公司在三层 下班回家 从三层下到一层 三层 电梯 咱们今天在 刚才我们跟师傅 修行的是四层 从二层到四层 也是三层 一分钟用不了 这一个lobby 电梯的lobby 有六部电梯 八部电梯 我们的鞋子楼 我下班回家 我正好跟我的员工 都在lobby里边 我这员工说 我一见我员工 我那人家说 胡总您好 我说你们好 电梯来了 一块上吧 人家说胡总您先请 我们做下一步 讨厌 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三层电梯 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要三十层 人能跳楼 我看 你说我们这个劳资的关系 大家都是学商科的 劳资关系在商业当中 至关重要 家何万事行 何为贵 你说我没学佛之前 三层电梯 我的员工都不愿意跟我坐 胡总您先请 特客 我们做下一步 为什么呀 我当时觉得我还挺牛的 嘿 你看我多有威 我的员工都不敢跟我坐一步电梯 我现在想起来 谁可怜啊 我可怜啊 我开着工资租了这么好的 买了这么好的写字楼 请你们到这上班来 最后人家混到最后 在我这干了几年 没人愿意跟我坐电梯 你说 冤是不冤 是吧 后来我这学了所有的员工 我说 胡总真的不怕您笑话 不怕您现在肯定是不会开除我们了 也不会给我们降工资 也不会降奖金 我们真的 我们回家跟孩子都说 你要再不听话 我们公司糊涂就来了 我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拿我吓过孩子 都说真的 我们都知道您厉害 就不知道您是笑什么模样 不知道 就是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估计 我这嘴也是出不来什么好话 是吧 所以这真的糊涂 您现在学佛了 我们说句实话 回去哄孩子睡觉 都拿您说事 我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 大家肯定会说 你不好 您今天不远万里 来到澳大利亚 用这两个小时 给我们讲这个 做生意 中国传统文化 是不错 挺好 教人向善 断恶修善 家庭团结 孩子孝顺 那这个都是 关了门在家里学 中国传统文化 能帮着你们挣钱吗 学习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都是 温良公俭让 现在这社会 抢还抢不来了 温良公俭让能行吗 温和 善良 恭敬 简朴 千让 我学习传统文化 一看这五个字 我带到马来西亚那里 今有李先生写的 温良公俭让给我 我一看我特惭愧 我整个都是反面 温和 我是粗暴 善良 我是残忍 恭敬 我是最不恭敬 简朴 我是奢侈到极处 让 我妈我爸我都不让 我还能让客户吗 好 金钱面钱 无英雄 谁让谁啊 这怎么回事 所以 从八六年 我三十一岁 五五六五 七五八五 三十一岁开始做十一 一直做到 二零零六年八月份 碰到师父这个经教 我这是在讲习当中 说过很多次 最后就得了重度焦虑症 英文叫depressure 是吧 大家说你得焦虑症 那世界上谁不得焦虑症 你们家共产党的高官 你在北京做生意 谁有你容易啊 你的妈妈 也在北京市 干一辈子 那这种社会关系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做生意 是要靠关系 你做生意 比一般的人做生意 容易太多了 你呢 有研究生毕业 北京理工大学 学计算力学的 叫有限源分析 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 有限源是一种计算方法 材料力学当中扩展出来 就是说不可能用经典的这个力学公式来分析非常复杂的形体 要把这个东西呢 把这个物体我们的分析对象化解成为一个规范的 比如说量 比如说正方形 数学公式好建立 是线性的 所以叫有限源 源呢 就是未知素 有限的 要不然一般的这个能量方程当中描述这个材料 那都是无限源 因为知素是无限的 所以呢 边界条件太复杂 没法求解 有限源 研究生毕业 而且呢 在兵器工业部工作 领导又特别重视我 很少是我 让我很年轻就到了研究所当处长 所以呢 事业算成功 后来呢 被我 给我派到美国 引进计算机 那时候还叫DEC DC 大家可能都都不太知道了 IBM那时候 我们代表兵器工业部去买很多计算机 所以领导也重用 自己能有聪明 不聪明的人不会得焦虑症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来到这儿 我就怕你们以后都得焦虑症 因为你们太聪明 你们的优点是聪明 你们的缺点是太聪明 傻子不得忧虑症 所以呢 你说我 无论 从我的生意 我特别有钱 坐飞机坐头等舱 在北京都坐奔驰车 而且不是一辆 家里两三个阿姨 三四个阿姨 可以说是很成功 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 而且就正好赶上中国这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如果以金钱来衡量的话 我很成功 但是呢 我特别空虚 所以大家今天学商科 商海 你看咱们都形容商海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这还没下海呢 在河边走就得失邪 现在大家在河海里游 那别说失邪了 连衣服都得失 那么 河海真是 莫测吗 河海真是 苦恼吗 河海真是应该给我们带来疾病吗 河海难道 经商的人不能幸福吗 经商的人不能快乐吗 能 师父在讲经的时候说 苦是从哪来的 迷惑来的 快乐从哪来的 从觉悟来的 所以这个跟你什么学商科啊 学工科啊 是当太太还是做老板 没什么关系 快乐是从觉悟来的 痛苦是从迷惑来的 迷惑什么 我什么地方我迷惑了 迷惑了因果关系 有几个信因果的 不多 说是信 真到那个事情到眼前了 信的人又不多了 所以 因为不懂的因果 我们就陷在苦恼之中 我当时认为 我当时认为 钱是争来的 竞争嘛 钱是自私自利 得来的 钱是打击竞争对手 得来的 钱是欺骗客户 得来的 钱是利用关系 这个拉拉扯扯 给人家回扣 换来的 我是这么认为 后来 师父让我看了凡思讯 师父说 你这一辈子挣多少钱 是个定数 财富是果报 有果必有因 你有这个挣钱的因 你才会有挣钱的果 所以 我才明白 钱不是抢来的 钱是我命里带来的 我就这一下子 我就施展了 那我为什么 要搞这种缺德的事 损人利己的事情 既然钱是我命里有的 那我为什么不 当当正正 坦坦荡荡 光明磊落的 把这钱拿回家呢 我为什么要采用这种 坑蒙拐骗 说瞎话 阿谀奉承 与人为敌 巧取豪夺 这种方式 师父跟我说 这种方式 你得到的钱 还是你命里有的 但是你记住 你命里有的 本来能够干干净净的得来 结果 你在得到这个钱 本来是你的 的过程当中 你造下了 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些罪业 凡是你本来应有的 更多的财报 折损掉 你说对多怨 我挣了一个亿 我觉得特乐 但书不识这一个亿 本来就是您的 而且你得到这一个亿的 一个亿的手段 还是欺负别人 说瞎话 坑别人 骗别人得来的 因为小人冤枉做小人 结果呢 挣到这一个亿你还挺乐 你书不识这一个亿 原来你是两个亿 你不这么做 你能挣到两个亿 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 肯定大家都觉得挺悬的 真的吗 真有两个亿吗 真的有 为什么呢 我们凡夫最大的问题是 当我们现前造恶因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恶果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障碍 我们打不通这个时间隧道 我们走不到将来 所以将来的恶果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怜 我们被这个时间障碍住 我们凡夫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享受恶报的时候 我们联系不了过去的恶因 是哪个恶因导致我今天 遭出这种恶报 所以我们胆达妄为 我们不信英国 现前的英国你能看到 不刷牙 牙齿就坏了 不遵守交通规则 你就出交通事故 英国通三世 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 这就麻烦了 但是圣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跟我们说有因果 给我们讲清楚 这个因果的关系 他们是有境界的人 他们确确实实看到 问题是你信不信 你要信 师父说 善根福德因缘 你的福德就有了 你信你是福气 你要不信 你就是没福的人 我呢 还有点福 师父跟我讲完了 我就信 我当时得焦虑症 大家肯定会问我 为什么会学佛 我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我也不是为了求孩子 我已经有俩儿子了 我也不是说要做更大的买卖 像李嘉诚那样 像比尔盖茨那样 我没那么大心 我就想我能不能睡好觉 我能不能晚上不失眠 我能不能不 能不能不吃西药来控制我的焦虑 我能不能不每天晚上三点半醒来的时候 想到自杀 我能不能不再狂躁 我能不能坐下来踏踏实实看十五分钟的电视 我能不能认认真真给孩子讲讲数学题 我能不能踏踏实实给加拿大的儿子打顿电话 请听他的心声 他找对象 做不到 焦虑症 生活在恐惧 焦虑 抑郁 甚至自杀的状态 生活不能自立 这就是钱给我带来的 我真有钱 我到那个名牌店一买 大家都不相信 买十几万的衣服 发现 我觉得我委屈 我撅着屁股说瞎话 搭接客户 阿谀奉承 我这养了一百多员工 每个月开工资三十多万 一年一千八百万的费用 我怎么到我自己这儿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西装来五套 只要有我的尺码 粉的绿的我都要 奔驰 六百来一辆 回到家门 来到公司 依然是烦恼 北京有个阿姨鲍鱼餐厅 干报日本的 他们论头 大家知道什么叫头吗 就是一斤当中有几只鲍鱼 它叫几头 我吃两头的鲍鱼 就是说那一只鲍鱼半斤 您知道多少钱吗 七千块钱人民币 我吃两头吃一万四 喝红酒 夏都拉肺 八二年的 一瓶香港买 一万八港币 那还是我九几年的事 那现在得七八万人民币 就是穷奢极欲嘛 找平衡嘛 人家多可怜啊 挣了钱就干这个 就觉得不花这个钱心里不平 不花这个钱对不起自己 而且跟 而且我从早到晚 每一件事情 每考虑一个问题 每说一句话 我没有不跟钱联系的 你要我 我没学佛的时候 我到这儿给你们讲这个 傻貌嘛 还练不练了你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当时怎么想 我可以大家说 三百六十五天五十二周 一个月 一年四百万的工资 五十二个周末 就是一百天去掉 我这员工就一百天不干活 你看 这老板想了什么 心多饿啊 再加上春节 国庆元旦 国家又另外来十五天假期 这还剩不到二百天了 我一个年一亿五千万的销售 大家拿二百天除除 这一天我得卖出多少钱去 你看当时没学佛 不觉悟 一睁眼 四五百万的欠账 天天给自己这种压力 现在是什么 一睁眼 就想想昨天 又干了什么贪嗔痴慢 一睁眼就想想今天 该给哪个领导送个师傅的光盘 今天一睁眼就想想 哪个企业需要我讲传统道德 原来一睁眼全是麻烦 全是痛苦 早晨五点半就醒了 你想三点半起床想自杀 到了七点钟用药控制 开始第二段睡眠 第二段睡眠睡到十一点钟醒 十一点钟醒 你洗洗涮涮到办公室就十二点 到办公室就生气 半天过去了 什么都干不着 而且非常疲劳 那你这一生一不高兴一痛苦 你向谁撒伙 秘书呗 你说秘书招你惹你了 到十二点钟 秘书该吃饭了 你外边给朋友打个电话笑一笑 我拉门就出来就骂 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这都快死了你知道吗 秘书吓一跳 这是老板怎么疯的似的 人家不因为你给上四价一斤 不是因为你给开工资 人家在你这受这气 你这都是没学佛的时候做的 你知道吗 所以很痛苦 员工也很痛苦 守着这么一个老板倒霉了 瘫上了 你说我也很痛苦 我自己心里也很委屈 我不愿意见客户 我不愿意去应酬 我讨厌进办公室 所以我那个西医跟我说 胡先生 你这个病很重 已经不是话语开导 他说这个焦虑症分两段 最轻的一段呢 说说 这个开导开导 就是我们叫 英语叫 口头上说说就行 您这个必须得上药 没有药物 您可怕过不来 时刻随时都有可能自杀 我说那我就 You have to take the medicine OK 好 一天吃一大把 那药真确得 两个小时一次 半个小时一次 半片 四分之一片 你说四分之一片 我拿刀切还行 六分之一片 我怎么掌握六分之一片 没多大 它不像这饼似的 像披子似的 我还能切一样 六分之一 三六一十八 六六三十六 对吧 每一片六十度角度 我还能切 我这么 没法切 吃完那药是不焦虑了 也睡得着觉了 为什么你醒不了啊 你醒了就和睡着了一样 而且肢体的位置发生变化 你比如说下床 我一翻身 脑子就会炸的一样 我要上个厕所 我十五分钟才能回来 为什么 你得扶着墙走 你脖子一动 哗里边就是一声 你这一拉灯 嘿呦 就不行了 你歇半天才能把灯拉开 一看你们笑 就知道你没得过焦虑症 得焦虑症 你们根本笑不起来 所以我今天到这来 没有什么题目 就是泛泛的给大家聊 完了以后 我就问着大夫 那我说我这个辈子还能好吗 大夫说你这么重啊 而且你是个特别 emotional的人 而且你是个特别 sensitive的人 这个教授也是流美的 他说你呢 特别emotional 这个我说 I understand you could be sensitive or yes no problem so you have to take the medicine for the whole life as long as you live why you got to even in order to survive you have to do it 你为了活命 你必须这么做 what else shall I prepare avoid all the stimulating points 回避所有刺激你的地方 我说 我 我说什么叫刺激 说你看到什么 你就会焦虑 你就回避什么 那我说 我看到办公室 我焦虑 don't go to the office 那我说 我一见customer 我就焦虑 don't meet the customer how can I do business 我说 我能怎么做生意呢 那你生意重要 还是生命重要 我说 那当然生命重要了 either you die by suicide or you survive doing nothing we no other choice no other choice 你有别的选择吗 没有 我说你们这 谁跟你们这么说的 这么治病人 我说你们是用人做实验的 都不是 你们有灵堂 没有 我说我们是拿老鼠 我说你们拿老鼠做这实验 就用到人身上了 我说没办法 我们其一就是拿老鼠做实验 我说拿老鼠做实验 我今天就用上 对 很多人用了都灵 我说他没法不灵 我跟你说说 我三个月以后 一百天我去看大夫 我说他怎么能不灵呢 你也不让工作 所有的不高兴的地方 你也别去 不愿意见的人 你也别见 是不是 一天好家伙 一大把药片 控制你 我说这个好 我现在学佛 我给你讲 学佛比吃药容易多了 读读经 烧烧香 看看光盘 那都是快乐的事 后来我说 我说这个 你给我好好讲讲 为什么会有焦虑症发生 他说 说太复杂吧 你也不太明白 就是说 跟你这长话短说吧 你也是外行 我说对 我们这个神经内科呀 焦虑症 恐惧症和抑郁症 这三大症状 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 四十岁以上就算中年了 大概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同意 百分之四十七的中年人以上的人 患有不同程度的 这三种心理疾病 大家要知道 不学佛 四十七的人 不同程度 那我算中了 我说 那怎么意思 这个情况不容乐观 现在我看那个教授 两千块钱挂一号 你们相信吗 还排不上队 你说现在得焦虑症的人多多呀 而且你说你 我胡小林是有钱 我挣了钱 我全干这个了 看大夫了 两千块钱挂一号 二百五十美金 二百五这数字不是很好 是吧 但是他确确实实 他就是 他就是二百五啊 那么 我就说 我说那您能不能具体跟我说说 这焦虑症是怎么回事 我说你这人真是 要不说你得焦虑症 这么爱刨根问底 我说您给我说说清楚 我回去跟我爸爸妈妈也有个交代 跟老婆也有个交代 万一哪天 我是suicide的时候 他也知道我这是 不是我自己愿意suicide 是我不得不suicide you got to besuicide 我说这么说 你回去跟你爸爸妈妈解释 这就是 信息哪产生的 我说我还 don't know 信息是脑子产生的 知道吗 信息送到哪知道吗 送到他的接收地址上 你们得焦虑症这些人 我跟你说白了 你别不愿意听 幸福的信息 老给你们送到痛苦的地址上 痛苦的信息 老给你们送到幸福的地址上 上海人讲话答错了 我什么意思啊 你看你喝酒 很痛苦的一件事 你为什么会高兴啊 就是他给你送到幸福的地址上 是吧 就是就这个问题啊 明明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你会觉得很幸福 你跟家人在一起 明明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很痛苦 我说那为什么呢 我们也不知道 就这么错 那我们这个药 就是改变神经信息送达的渠道 The channel of delivery Thank you very much 我谢谢你了 还改变渠道 他说 都真的就这样 胡先生 咱们现在学了佛了 明白了 什么东西改变了渠道 贪嗔痴啊 西医他没找出病根啊 怎么熄灭贪嗔痴 勤修戒定会啊 就六个句话 就六个字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您就OK 您说上 越是 师父讲 越是深的道理 越是大道理 它就越简单 你西医 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 西医让你不要工作 西医让你回避合同 不要见客户 西医让你一天一大把药 西医给你解释了半天 是靠你信息地址 送答错误 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靠西医 什么叫西医 最后的戴护功 就shuttle down 就把关了 关谁不容易啊 植物人就关了 他没感觉啊 那还树木 他也没感觉啊 你把人给制成这个 那叫本事吗 没 无所谓高兴和幸福啊 无所谓前途和希望啊 就把你置目了 置呆了 来菜 所以大家都在加拿 澳大利亚生活 特别为你们忧虑 亏了你们现在 还有静空老人家 给你留下光盘 你们还能看一看 医院是好医院 而且那教授 也是刘美的 心里那科主任 这是我们家 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很有学问 所以 我 学了佛法之后 明白了因果 我就一下子就 恍然大悟 不是大悟啊 就是没大悟 就是一夜就好像 又闹了半天 这社会是这么安排的 这钱是这么来的 师父说 下面一个问题 你信不信 你不信 你不得利 我说那我信 师父说你信 你给你嘴上说信 信你得真干 你得真的按着佛陀说的去干 你无论哪一部经 经无好坏 你只要按着他说的去做 他让你干的 你干 他不让你干的 你别干 你做得到吗 我说我信 我怎么能不信 我拿出那么多钱来 引佛经 刻光盘 是不是 我这一天一变 无量受精 两个小时佛号 一天烧三炷香 我那办公室 除了香味 也没别的味 是吧 师父说这都是形式 这都不关重要 关键 你得真落实 你信不信的标准 你照他干不干 我这次来之前 就有这么一个case 你们这个西方叫什么 case study 是吧 叫analysis 是吧 OK 我们也做一下analysis 我有一个project 我有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 是壁挂炉 用英文讲叫 Warhang Boiler 挂在墙上 It has two functions 一个是 heating 给你供热 一个是leaving water hot water 洗澡 洗衣服 wash hands wash clothes 那么有一个项目 他的apartment 他的公寓 用的都是我的 壁挂炉 Warhang Boiler 我们叫 WHB Warhang Boiler 他的townhouse 他的house 用的是 落地炉 放在地上 08年年底 我的销售员找到我 特别兴奋 胡总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我说什么好消息 他说你还记得不记得 有个项目 咱们有一个竞争对手 最后分了咱们一半 剩一走 本来咱们这个项目 应该全拿下来 因为我们认识领导 领导已经答应我了 把这项目都给我 但是人家那个 生产锅炉厂家 也有他的关系 他的妹妹在这家公司 最后呢 把那个townhouse 这一部分呢 就拿走了 完了以后呢 我说什么好消息 当时我们特别生气 本来都是咱们的 好像他那一部分是 600多万 total sales value 那么10%的profit 那也能 也能挣60多万 是吧 也不简单的 来澳大利亚来好几趟 按冯阿姨说的 住那个黄金寒天 海淀 玩萨之后 他有六星级的 也能住个一个月 我觉得 我说这个 我说什么好消息 他说你们不知道吧 招投标的 B document 上面说 you have to supply 300 liters water 10 水箱 300升的水箱 他returned the date 他回标的时候 他promised 200 他答应给200升 这已经是 illegal 不合法了 人家要300升 你给人回标200升 人家有关系 就这么着 他没有300升的水箱 而我们有 但是因为咱们的关系不够 人家姐姐在那 后来就供货了 就到了这个installation stage 后来突然他的engineer 他的工程师就发现 说 哇 这个水箱 他提供的是 120升 120 liter 而且里边还没有铜管 铜管是加热的 他要保证的水箱是热的 那就太便宜了 用中国老组文化 叫偷工减料 人家要300升 你给人家200升 200升还没有加热功能 你说对我们 competitor来讲 good news 对不对 你出现这个 出现这个 这个消息 对我们来讲 是个很大的鼓舞 而且正好我们这时候 遇到一个项目 就是这家 跟我们竞争 然后经过筛选 进入到第二轮 就是我们两家 只要我们把这家项目 就这家 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 我们没说瞎话 弟子规这条我遵守 樊出言戏没先 乍语望兮可言 只要说话 你就说真话 乍胡说 望瞎说 兮可言 怎么可以呢 说话是不可以 说瞎话是不可以 但是弟子规 还有一条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思 切莫说 我的销售员 因为我跟他们 下了死命令 我们从06年 我们从07年 到08年 到今年第三个年头 学习弟子规 我说 在本公司 从今天起 除非胡晓琳 没有意识到 可以违反 弟子规 只要我们意识到了 就再想做 违反 弟子规 的事 都不允许做 咱们互相监督 那这销售员 这一千多台炉子 只要我们把这个 坏消息告诉 我们的开发商 告诉这个 购买 what he has been doing in another project we will win the bid 一千台 一百多万 住沃斯基酒店 能住两个月 当时 你要说 没起新动电吗 那也不是 到这来了 就请求 胡晓琳 胡总 我们能不能 把这些情况 告诉这个 开发商 我现在学佛 有点定力了 因为咱们一百万 一千台正一百万 也不是什么大数 可能到一个亿的时候 我可能会动摇 一百万 我还能 还有这定力 所以这个定力无大小 关键看 也又有多大 是不是说 这贪尘痴慢 跟那个五一六尘 它是相互作用 你五一六尘越大 你的定力越大 你五一六尘越小 你的定力需要越小 他这玩意儿 也是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个 负面的东西 他也是佛菩萨 佛菩萨都是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你胡晓琳 今天能经得起 一百万的考验 我给你一百万的考试 我当时就这么想 师父跟我说了 他说你每天啊 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你就把它想成考试 我能不能考及格 我能不能过了这关 好事容易啊 真正的坏消息 不一定能 所以我就跟着销售员说 我说 不许说 胡总 快到年底了 如果我们把这消息告诉 我们年底就能签合了 今年 你还要向近空脑马师汇报 因为落实弟子归之后 我们公司的业绩上来了 给世人做好榜样 你看这销售员他给我 他拿这说事 如果我们把这个告诉别人了 夸叉这合同签来 多一千台 这一千台 按照我们这一年 两万五千台的销售额 你想 百分之二三哪 百分之十是两千五百台 对不对 那这是一千台的项目 百分之五哎 我有二十个这个合同 二十五个这个合同 我这一年就不愁了 而且他跟我说什么 我觉得他也是善良的 说你看你马上来 你马上啊 就到年底了 老法师等着咱们 让咱们给世人做好榜样 在企业落实佛法 落实弟子归 是吧 这时候你说现在 咱要拿到这个合同 对吧 啪啪往上一天 超过两千五百台 多光啊 咱们最好的年景 是吧 才两万三千台 咱们今年你看 能达到两万五到两万六 是吧 两万五到两万六 增长百分之十 这对老法师 这对得度多少众生啊 你看看 所以说大家知道 这个是似是而非 我说弟子归没这么说 说因为要度众生 就可以说瞎话 要度众生 就可以接别人短 弟子归没这么说 我说不能这么做 实事求是 是怎么回事 就是怎么回事 是吧 能签多少台 就签多少台 我也不愿意给师父 最后报一个虚假数字 说让师父高兴 你这是师父什么人呢 人家能不知道 你这样小伎俩吗 你起心中念 人家能看得见呢 我不行 不能说 宁肯 都说那不能说 咱们肯定要就 第三轮的招投标 你们俩将这来讲吧 再压价吧 价钱有可能保不住 而且还要承诺 更多的东西 你比如说烟馆要免费送 还要出国培训 另外这些 additional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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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都必须得付上 因为竞争嘛 张三给了 李四不给 那你拿不到合同 我那也不许说 销售员特别没情绪 就回去了 所以 学弟子规 学佛法 不是说 没有损失 不是说 学完弟子规和佛法 就天天挣钱 不不不不 不是那么回事 有些快钱 可以用非法手段 迅速得到 很痛快 说句瞎话 就得到了 打个电话 给份承诺 盖上公司的章 签了合同 我们供了货 你不能再找别人 到时候咱再拉抽屉 先签了合同 后来呢 这个合同 我们是签成了 我们说了真 我们没说别人不好 大家就说 为什么 肯定有些同学就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别人短 而这个短是事实 你接了短 你并没说假话 而且呢 你接了短以后 也是对开发商负责 让他更多的知道 对方的不好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因为你这样做的目的 出发点是自私自利 你为什么要 你真是被开发商好吗 你把对方 在另外一个项目上 脱工减料的事说出来 你还是为你自己 多拿这份合同 早拿这份合同 快拿这份合同 所以 佛法论心 不论事 论心 心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在乎我们的念头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在乎我们的起心动念 去年 师父年底到北京去 他在讲 修华言 奥指 忘记 还原怪 师父当中 讲过这么一段话 大家都是大学生 我觉得这段话 对你们来讲 非常非常的 你们能接受 你们如果 我们把这个道理弄明白 你们就对佛法是五体投地 这是什么一段话呢 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怎么产生的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 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问弥勒 弥勒佛 心 有所念 己念 己相实也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佛在问弥勒菩萨 心有念头 这个念头 我们的念头很粗 师父给我解释 这个粗壮的念头当中 有多少个细念呢 有多少个小的念头组成呢 而这些小的念头当中 每一个念头又产生多少的物质现象 和多少物质和多少的精神现象 所谓物质现象就是色生相被触发 所谓实呢 就是见闻觉知 你感觉到的物质的存在 我当时看完这块我特别的震惊 这句话告诉我们 所有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都是用念头产生的 同时又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鼓舞 那我念头要善 那我产生这个善念 所产生的物质现象就一定是善的 它产生的随着产生的精神现象 也一定是善的 那这主动权在我手上掌握着 不在别人 所以佛法让我们控制住自己的念头 实际上它是抓到了根本 总持 总一切法 持一切能 总持 根本抓住念头 因为什么 你看到的境界 你碰到的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 全是你念头产生 所以我后来就把我的销售员叫我来 我说 我们今天不说对方的短处 你好像很不理解 你觉得这有什么呢 关键是这个念头 你有了 你有了这个念头 somewhere some time some place 一定有一个 bad material 物质 一定有一个bad spirit phenomenon 一个坏的精神东西在这存在 他说我没看见 地狱 贪欲 自私自利 是贪 你接别人短 弟子柜上说让你不要接短 你接别人短这个念头 你是为了贪 如果你要是为了贪这一千台炉子 你这一个恶念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现象在哪里 你等着我们呢 处处到 你看不见 he's already there 问题不出在 他出现没有 问题出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 大家要相信 真的 为什么让你念佛呢 一念相应一念佛 你这一念是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的物质跟精神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属于你的阿弥陀佛 属于你的阿弥陀佛的物质和精神 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了 他心念就有这么大的劲 一念相应 他就出现一念的物质和精神 你念念相应 这物质和精神就永远存在 所以你念佛得三昧 念佛能达到 这个 理意心不乱 事意心不乱 那阿弥陀佛就停在那了 阿弥陀佛伟大在哪里 结通一心 他就一个念头 所以他的物质和精神是稳定的 正是因为这个 所以 没有衰变 常如意乏 那吴梁书经常说的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衰变 为什么见地常然 为什么 人家念头是一 他没有变化 所以他的物质跟精神都不变化 不可思议 后来我跟我这个销售员 讲了这个道理 因为我说这佛法不就是科学吗 我说这哪是科学 科学是你人的意思 你是强明的科学 你是没得别的形容了 你管它叫科学 跟你说白了 它根本就不是科学 法而如是 自然而然 它本来就这样 你说 为了让你理解 你管它叫科学 你管它叫真理 那都是你人类的语言 实际上没有什么科学 没有真理 它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通过这件事情 通过师父去年年底 给我讲的这个望远化言观 我才知道这个念头 你成也成在这个念头上 你败也败在这个念头上 所以 我们学佛的人 真幸运 能够碰到本是释迦摩尼佛 他把这么大的道理 这么精辟的这种分析 这么无私 一分钱都不花 我这看着焦虑症 还得花两千块钱呢 我这找释迦摩尼佛 看评我一分钱都不花 白来的 不仅不花呢 我这次来 还得师父给我出酒店钱 还得师父请我吃饭 你说说 这么好的老师 这么好的教育 这么大的利益 就咱们这个 武卓做事这个脏身体 给人磕撒头 还不应该吗 给人上三炷香还怎么着 拿出钱来做点供养 印点佛经 咱们还就觉得有功德了 差太多了 阿弥陀佛恩德不失 八方上下 广大无量 你看看人家阿弥陀佛 这功劳 你看看阿弥陀佛 这慈悲 人家的西方极乐世界 我昨天活到 人家记住一个菜 你看乐的那样 就回锅了 我记住了 惭愧吧 真惭愧 是吧 所以师父说念佛要相应 什么叫相应呢 你要老想阿弥陀佛 为什么师父说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无量寿经文 你读了一千遍 师父说你要读三千遍 读十年 为什么 你就知道人家阿弥陀佛 有多么不容易 你就知道人家阿弥陀佛 有多慈悲 你就知道阿弥陀佛 人家多么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他一点都不神奇 他一点都不高超 他就是断恶修善 怎么断的恶 怎么修的善 好好看无量寿经 全在那边 一本经 一句佛号 你就成就了 现前在这世界上 肯定不得焦虑症 将来走的时候 还能去西方 所以 我呢 焦虑症就好了 好了以后大家说 那你这胡小林 温良公姐让 你的生意还能做吗 对吧 你跟客人说实话 做生意人哪有实话 说实话能做生意吗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你这 而且西方讲隐私权 是吧 你的cost 能告诉别人吗 你要信了英国 就能告 为什么 你告诉cost 你告诉你的成本 你该挣一千万 也是一千万 你不告诉 你骗人家的成本 你到最后 你该一千万还是一千万 而且我告诉你 你骗了人家 你本来应该挣一千万吗 你可能挣到八百万 所以为什么我们管佛教无威啊 实力无威 他为什么他不害怕 掌握了念头 明白了英国 你有什么怕的 这还咱们还不是在佛的果地上 咱们还在凡夫的阴地上 我胡傲林现在就敢 你多殊胜了 我就敢当当正正说出我该说的话 我就当当正正做出我该做的事情 我记得 我这病好之后 我再回去看我的大夫 我来大夫特别吃惊 他说你怎么不吃药了 他说你怎么好几个月不来开药了 我说我不用吃 他说你怎么不用吃 你别开玩笑 这个复发的反弹 特别大 而且你知道这就是那个 你一次反弹下来 有可能第二次再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能自杀 你连控制都控制不住 我说你行了 我说你听我的吧 我说怎么怎么回事 我学了佛 他不信 他学西义的 他说你真的 他没根据 所以佛不度 有不度无缘人呢 跟他讲了半天 反正我现在都说 你看那你就是个例子 你怎么就能不吃药呢 你怎么就好了呢 那你晚上现在半夜还起床吗 我说还有习惯 三点半还会醒 那你醒了干什么 我说念佛啊 念佛管用 哟 念佛特别高兴 心情舒畅 愉快极了 他说你别得了兴奋症了 我说 我说没有兴奋症 我说法系充满 哦 他说这个 你不是法轮功吗 我说我不是法轮功 我说我这是正法 所以呢 这大夫也特吃惊 而且呢 多多少少 他对佛法 也树立起信心 他的妈妈呢 原来信法轮功 中国信法轮功是犯法 因为法轮功是写法 对中国的社会造成太大的压力和动荡 必须与取缔 这是正确的 但是呢 她的母亲学法轮功 就认识我之后 看了师父的盘 那不是就有缘了吗 我就看病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盘带给她 最后她的妈妈还跟我取得了联系 直接给我打电话 要师父的盘 哎 所以妈妈也修行了 放弃了法轮功 因为师父把法轮功讲清楚了 为什么说法轮功是写法 这是啊 这个讲得很明白 不怕不失货 就怕货比货 师父把这一比 告诉你什么是佛 什么是法 什么是佛法 当然明白了 一听就清楚了 所以呢 我自己好了之后 我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悦 你说 我想孝敬父母 我得焦虑症 我能孝敬吗 我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 我就是每个月 说白了 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 就是财务 给我爸爸妈妈把钱花过去 我给妈妈买一辆车 配一个司机 给他们买的房子 给他们装修 给他们交物业费 给他们请阿姨 我觉得够可以了 我认为这就是算效 后来等我病好了以后 我妈妈跟我含着眼泪说 他说儿子 其实我们根本不在乎这 我妈妈爸爸都是老革命出身 14岁就参加共产党 农民家庭出身 说得我眼泪下来 他说实际上 我们最在意的是你 你的精神状态好坏 你的快乐与否 比这个房子要重要得多 比你给我们配的车子重要得多 比你给我们请的三个阿姨重要得多 所以弟子归上说 身有伤 疑亲忧 德有伤 疑亲羞 我才知道 我因为没学习佛法 从86年到2006年 这20年间 我这做生意 我的爸爸妈妈有多担心 你看看 天天经济犯罪 怕我在商场上 坑蒙拐骗 是吧 怕我给别人行贿受贿 怕我搞不法经商 是吧 怕我这个拉拉扯扯 把人的领导干部拉下水 给人行贿 一出现事 我妈妈就把那报纸捡下来 给我 儿子 谁谁又抓起来了 我说行了行了行了 有完没完啊 怎么这事你都想到我了呢 你问我不想你想谁啊 你是我们儿子 你醒了吧 你想点好的吧你 那么大岁数了 我都纯粹让你们给放的 买给爸的妈妈 是吧 我20年 出国 做生意 移民到加拿大 做房地产 喝酒 抽烟 熬夜 你想我爸爸妈妈怎么过的 一见我面 儿子就跟我那个司机说 少让胡总喝点酒 我妈妈都不敢跟我说 我爸爸也不敢跟我说 他说我儿子 我跟你出去吃一次饭 我看你那么喝酒 我就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我那手绢 我得哭干了 哭湿了三年 我的儿子怎么受得了 这么个喝法 这点钱有必要这么挣吗 我爸爸说 这胡晓霖现在疯了 多少钱你能带他走啊 你老人家没学佛 是吧 所以我学了佛以后 我爸爸妈妈特别高兴 我们儿子救了 儿子回来了 而且一见我面 儿子我们特别佩服你 我们给你发过脾气 骂过你 怎么你就没把你教育过来 你是怎么回事 你跟我们说说 你怎么就变了 这肉你就不吃了 酒你就不喝了 烟你也不抽了 你怎么说断就断了 我说 没别的 就是明白了 那明白什么呢 我不敢说佛 说佛我妈妈妈还会有一些 我说弟子龟 弟子龟上怎么说的 我妈妈拿老花镜看弟子龟 看了一个礼拜 就拿坑笔在那抄 抄完了以后 他就给别人代表说 你看是胡晓霖 就这个东西 就他 血脂也下来 血压也不高了 脂肪肝也没了 是吧 你说这东西这么好 怎么 电视上也不演 书店上也没得卖 是不是 学校也不教 这东西你又要 儿子你多给我几本 我见着我那些朋友同事 我也给他们发了 现在老太太 又走向那个极端了 一见我面儿 儿子 别太亏待自己 挣了那么多钱 不吃不喝的 我说你看妈 你看当年我这吃吃喝喝 你也着急 我说现在不吃不喝了 你看你怎么 拿出那么多钱来 弄这个 印经客盘 这个我都不敢听这个数 听着下一条 好几百万 我说妈 我说你看儿子身体好了 觉悟了 这个你高兴不高兴 我说真高兴 我说高兴的 还有很多人 碰不到这东西 我们 我妈山东人 我说妈 咱们碰到这好东西 咱们得救了 咱要不把这好东西 给那些认识的人 你说咱们够意思吗 山东人讲话 你仗义吗 行 你印吧 磕 老太也在慢慢转 现在我能保证一点 我爸爸妈妈 不再为我焦虑了 不再为我着急了 而且呢 原来我一回家晚 我妈妈就怕我被抓起来 外边警车一响 呦 胡老林出事了 可不怪 可别是我们的儿子 让人堆着了 十一点钟 保证他 亲爱 不会了 一回来吧 又是今天碰到同修了 我看你脸上放着光就知道 发喜充满了嘛 给人讲讲吧 对吧 跟人开发商吃吃饭 除了谈合同之外 说说学佛的好处 应该吃醋 是吧 应该孝敬爸爸妈妈 是吧 头一年 爸爸妈妈还担心 你这儿 一到你的办公室 好家 全是 阿弥陀佛像 还得让我鞠个宫 对吧 把你儿子救了 鞠个吧 鞠个 而且你看 你看着书 党的十七大报告 你也不看 我说妈这十七大报告 跟这个佛法是一不是二 佛法讲的跟十七大报告一样 为人民服务 把中国带向和谐 这佛法讲的也是这个 我学了佛法 我能更好地宣传十七大报告 明白了 那你好好学吧 你好好学吧 所以他当时担心我的生意 我觉得大家也肯定担心 我的大概的schadule 是早晨 七点二十送儿子上学 二十分钟路上 领着儿子念二十分钟的佛 一千声佛号 你看 送儿子 星期一到星期五 然后呢 七点四十从学校呢 司机在巴尔扎的公司 大概八点 八点呢 给佛婆特上水 上香 磕撒头 咱就一遍无量手精 基本上念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八点钟到九点半 歇会儿 喝点水 看看手机 有没有什么重要电话 没有 十点钟开始念佛 一直念到十二点 十二点 念佛之后 再看看手机 没什么事 秘书热饭 吃完饭 看十五光盘 下午看十五 我的员工都知道 有事下午找互动 上午绝对不能打药 连刘克成 刘总都知道 上午 胡同不接电话 我妈说 儿子你这么 能行吗 这万一要生意机会丢了呢 我师父说 英国报应丝毫不爽 不会因为你读经 生意就丢掉 你不会耽误事吗 我不会的 说真的 他该来的时候 你就来了 所以呢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就这样 中午有应酬 晚上有应酬 我应酬干什么呢 有条件呢 给人说说佛 没有条件 给人讲讲健康 再不行 说说弟子归 教育这个孩子 笑着 商学院的朋友们 你们要记住一个 基本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无论他富贵贫贱 是快乐的 如果他不觉悟 你们要记住 另外一个定律 在伤害当中 最苦的人在伤害 这个利亚 给他折腾了 真苦 离婚的 婚外恋的 跳楼的 自杀的 现在经济社会 是吧 这个钱给大家驱使的是 朝不保夕 惶惶不可终日 像我得这种病 我给您大家说 绝对不是偶然现象 很多人不承认罢了 我是敢说我得过这病 一般这都属于 privacy的东西 是吧 我今天拿出来给大家说 就是希望大家 不得焦虑症 那么伤害 也是一法 做生意 是佛法吗 是佛法 佛法无边吗 生活之外 没有另外的佛法 佛法之外 没有另外的生活 不能把生意 跟佛法对立 你说 我学佛了 我就不能做生意 我做生意了 我就不能学佛 不对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信不信 求财能得财 关键是现在求的方法错了 我们认为财是怎么来的 欺骗别人来的 坑别人来的 跟别人竞争来的 错了 你那财是 财不失得来 财不失得财报 法不失得智慧 无微不失得健康长寿 对吧 所以 佛法是把这个 是把这道理告诉你 利是好事 利是福嘛 说这人真是有福气 指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有福呢 健康 有钱 每个人都希望 我们来到这世界上 你胡晓琳 你跟我讲半天 让我们当地要饭呢 中国当下岗之工 你玩去吧 谁欢迎你啊 越讲越穷 勒着裤腰带过日子 和西北风 怎么可能呢 无事 佛法是 把正确的方法告诉你 你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 你就得到 该得的东西 说 说的不究竟 他叫因果 众善因得善果 说到究竟 善念得善报 恶念得恶果 就是念头决定一切 所以 我们大家想来钱 想以后当老板 想以后坐奔驰 No problem I promise 关键 you have to find the correct way to do it 你们必须找到 正确的方法 you have to find the key to the door to the money door to the bank 你们必须找到 银行的钥匙 你们必须找到 财库的钥匙 这个钥匙 就是觉悟 觉悟什么 觉悟因果 因果怎么做 痛改前非 你这才学佛 你这才信佛 如果我们还遮遮掩掩 事情当头的时候 我们还随身自己的烦恼和习气 我们还是按照世人的观点 按照现在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这种原则来行事 最后问题不出在佛法上 问题出在你没有真干 你没信佛 你没照他说去做 我就给你们做证明啊 2007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300部经读完 周末我得读 我一般销售两万三千坛 2007年销售三万一千坛 八千台 八千台 一台挣一千块钱 八百万 你们说我妈妈那个顾虑 有必要吗 说你这成天 香港看师傅吧 马来西亚奖金吧 这次我妈说 又做法部师去了 我说对妈 做法部师去了 多多多多的识啊 越多咱们越识咱们越得 我说妈你算明白了 您算觉悟了 但是我还是不信佛 我说你不信佛 佛法没有什么信不信的 您说的就是佛法 你看三万一千台 2008怎么样 刚过去 奥林匹克五月到十月 半年没活 这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工地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举国体制 它要保证空气污染 保证减缓交通压力 减少农民在城市 那它不能有工程 光长江区一个区 就三十万农民工 那受得了吗 北京是二十一个区 二十四个小区 外地农民到北京来打工 如果是在奥林匹克阶段 它发生危险怎么办 它把工程停了 从怎么几月份停了 五月份 什么时候恢复十月份 再加上年底的金融风暴 是吧 我今年 就是我说那销售员 说他再增加一千台 就超过两万五了 那个 我不是没算上吗 两万四千八百七十七台 超过往年两万三 百分之七到十 销售额一亿三千一百万 这 我到年底的时候 我把中层干部 十一个 叫到公司会议室 我说弟兄们 跟着我落实传统教育两年 因为我在公司岁数最大 我们那个队伍就和军队似 我说弟兄们 胡考林带你们学这个 大家觉得怎么样 刚开始我带你们学 我从来不push你们去 你们爱学不学 对吧 我自己学 我自己修 我自己改 我给你们做两年的榜样 我没要求你们去 我给你们的interface 我给你们的界面 是你们到办公室来问我的时候 I have another second word 就是弟子规 要不然你别到办公室来请教我 你要到办公室来问我这问题怎么解决 I have no book I have no other information only 弟子规 那有时候我们翻开说法 讲阴谋 我七百天过去 大家跟着我 我没有太多让人高兴 让人兴奋 让人喜悦的经历 难道我们对股胜先贤的教育 还没有体会吗 还树立不起信心吗 你说一年我撞大运 三万一 两年奥林匹克我能签两万五 还撞大运 那我给大家说说2009年 我的forecast 我的销售预报 到现在三千 三千一百六十台 我就打个八折 我两万五有了 2009 三年一千天 我说一千天你们还不信佛 我都快去西方了 你们什么时候信 对吧 我说 我们是同样的天 同样的地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市场 同样的员工 同样的办公室 大家平心而论 我们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们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 我们变得高兴了 我们变得幸福了 我们挣的钱还是那么多 我们姑且不论增长 我们这个钱干净不干净 不骗人 不说瞎话 不欺负人 这个钱干净 这个钱高兴不高兴 我们在签了这个合同的时候 我们就结集善缘 我们通过这善缘 把佛法 把弟子规 把传统道德教育 把健康饮食 转给这些客人 使他们家庭幸福 孩子孝顺 公司领导班子团结 没有矛盾 部门之间不扯皮 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这个钱 我们这个钱是不是健康 我们这个钱挣到家里以后 两千万 我们拿出四分之一 甚至五分 甚至五分之三 五分之二 来供养大众 我跟大家说 我今天跟师父汇报 我天天 都接到各地的来信 要把儿子送给我 这倒是打工的 说您这种大德很难碰到 您这儿子现在 贪嗔痴慢到头了 希望送到您这儿来教育 有给我寄茶叶的 云南有给我寄蘑菇的 东北有 山西有给我寄小米的 河北有给我送豆腐丝的 全是学佛的 我这办公室一半 全堆的是这东西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红枣 太多了 我说 我跟这中层干部说 我说原来咱们公司接什么 船票 这个员工辞职了 没给人上劳动保险 为了占点便宜 这个分包不给人 不给人结工程款 人家到西城法院告咱们 这个开发商咱们的炉子 质量不符合标准 偷工减料 把人铜件换成塑料件 人家到质量监督局 报告 告我们 报纸曝光就更别说了 天天说 这个汇通公司 欺诈客户 以此冲号 消费者 现在有权利 他买了你东西 他不好 他就登报纸 我说 现在 给咱们办公室 送这个 我说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07年 我们开始落实地子规 06年以前 我们是97年开始做的公司 一直到06年 我们大概10年的年头 年年到年底 办公室人家B站 胡晓琳不能来办公室 我像今天12月31号 陪你们中僧干部开会 你们见得着我们的时候 为什么 欠人家钱 人家到办公室 坐在地板上 有 领着孩子来的 有 光着膀子的 有 拿着菜刀的 有 这是什么混蛋公司 干了一年活了 到春节不给钱 老板出来 有种子你出来 说那话别提多难听了 逼门要债 到年关了 我说今年 我当时我要进了办公室 我这一天就不能出去 我那办公室没卫生间 这真的 那秘书一出去就拦着我 都糊涂 您别出去 外边有人等着您 说非要把您撕了不行 把我给撕了 那就是分包吗 欠人钱吗 人家干一年了 你看你三万台炉子 你要装上去 你得找人分包帮你 因为叫subcontract 帮你把这炉子装上去 你自己干不了 你看这关系多恶化 能不给就不给 能少给就少给 能晚给就晚给 缺德吧 你说 是你的钱吗 你就拿着 所以 我说你看咱们今年 我是出去 还不让我出去 秘书还把我来 呼呼呼呼 胡总 你别出去 外边有仨学佛的 石学庄来的 说一定要见你 说他那盖个幼儿园 希望你投资六十万 还说这个东北来了 我这次来之前 说一定要给您顶礼 没别的要求 就给您磕一头就走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先生不吃肉 我说你看了您的盘 哎呀 太感谢您了 说您是大菩萨 而且说我们要拦住你吧 我们就造业障 以后我们肯定得去三恶道 这秘书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你说是让你见他呀 还是不让见 我说那当然不能见了 这念经的能不能见吗 这见还有完吗 天天要跟我照相的 给我合影的 给我送儿子的 你看 为什么呀 同样的天 同样的地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市场 同样都做这么多生意 今天你说当这个人 当得多气势 山东的讲话 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而且到哪去 君子乐得做君子 钱才一分钱没少挣 跟诸位说 为什么 全是国营企业 价钱一分钱不砍 你们相信吗 你们不相信 怎么不砍价呢 真的不砍价 象征性的 给点折扣 这就使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3非典那年 我们也是做一项目 在北京南末方向 当时这个箱 没有天然气 他们准备用试证热力 就Civil Heating System 就热电厂 发完电以后 那个有余热 通过大管子 送到这个楼盘 大家不知道 有些人看那个马路上 冒那热气 那就是试证热力 它是供热的另外一种方式 当时他们不想用试证热力 说胡先生 我们买你锅炉没问题 你把天然气给我们接进来 因为咱们有关系 在北京咱们熟啊 认识领导啊 你天然气管线 要修到这个房地产 这个楼盘上 你不得投资吗 你不得花钱吗 人家北京市天然气公司投资 2003非典那年 是我帮助他利用关系 从北京市天然气公司 一个中压站 把这个天然气管线 给他接到这楼盘 当时给我谈的条件 说胡先生 你要能帮助我们解决天然气 是吧 我们就一定买你的炉子 说 就谈好这个地友了 你帮我们接天然气 我买你的炉子 等天然气接进去 我印象特深 2003年12月5号 他那个乡长 他那个书记 从广州回到北京 下了飞机 我打电话 特别高兴 说胡先生 说胡总 真感谢你啊 原来我们的楼是鬼楼 盖好了 没有热 今天我一来到这 发现天然气接上了 是吧 农民千家万户上楼了 是吧 而且呢 这个这个这个 我留了暖 他第一期还没买我的锅炉 已经跟别人定了 我说第二期你买我的吧 他说是 因为好 一百多万平方米 完了以后 到了第二期了 你知道人家 给我合同了 没给 人家把我那个销售 副经理叫到那去 说 你看 你们也帮了忙了 这个项目 帮助我们联系天然气 当时我们也答应 从二期三期 一直到最后 这个项目完了 把这合同都给你们 但是呢 我们想了想 还是不能给 我那销售副总就问 为什么不能给 我说其实跟你说白了吧 就是你们胡小林 我们实在是不放心 那销售副总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干部子弟 这么好的关系 他万一我把合同给了他 他不认真执行 他骗了我们的钱 我们上天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我们能 我们能把胡小林怎么样 他又帮我们 我们这个南墨方向 这么大的忙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找一个平民百姓的 老老实实 做生意的 我们老觉得你们做锅炉 好像不太把劳 你们那么好的关系 做什么锅炉 你们做点别的吧 他副总一听特声 他说你这不是食言吗 我们胡先生帮你 把天然气接上来 到盖给合同的时候 你们就撕毁合同了 就不承 就不承认了 他这么这么 我们也起草了一份协议 给你们五十万的咨询费 拿钱走吧 五十万咨询费 一分钱货不用给 白给我五十万 我那副总 还有点气节 当然一生气 就把这合同就扯了 你知道吧 你以为我们是叫花子呢 到你就要钱来了 我们是锅炉的 不卖设备 我们不是做顾问公司的 我们帮你这忙 完全是就是因为合作友好 你看那时候人家这么看的 帮了忙 给人解决这么大的问题 到签合同的时候 人家不放心 为什么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那咱们做人做事 肯定是不地道 让人觉得心里发毛 这个合同给你了 万一您不给货怎么办 万一您不给 您不按气 给我安装怎么办 还是我这次来 还是这件 还是这个张经理 还是我们这个 私合同这毛奴 是年年饭 我们大家在一起 说胡同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我说你还知道那张经理 我知道 他上次给咱们50万 他说又 他现在转变了 我说你见着他 他说我没见着 我见到那合同执行部 那个经理了 跟咱们谈合同 我说不是不买咱们 他说买了 而且还张总还说了 汇通公司这锅炉 一分钱不许压价 不仅不要压价 还得给他们涨点 我说 我一听我说 我说你没瞎说八道吧 我真的没瞎说八道 他说了 人胡晓林现在学佛了 人家挣钱 全都是为社会做好事 咱们呢 我现在明白了 跟着胡晓林一起 咱们也随喜 咱们也随喜 多给点钱 他反正宁经也有咱们一份功德 全公司都得到保佑 这比那吃高玩乐强 你说六年前 我给做了这么大贡献 我拿不到合同 而且可以说是 不能说是侮辱吧 也是一种非常不尊重的行为 而六年后 我连面都没出 他也没出面 他让他底下的合同 执行部的经理来找我们谈 说增加点钱 把这合同都给胡先生 我告诉你 他说你买谁的炉子 也不如买胡先生 学佛他能骗人吗 学佛他能搞乱七八糟 突空减量吗 而且他挣着钱 你知道干什么吗 印经 送盘 做好事 这种人咱们要支持 社会多这种人 社会就好了 社会的问题 就这种人太少了 你看人家其实是有觉悟的 你一念善 你把他们都感化 所以我们 你看 人家还给增加了钱 合同还不用谈条款了 付款方式 按照胡晓琳的付款方式 原来 当payment zero 零首付 一般北京 能买你炉就不错了 fifty percent after installation 安装后能给你五十 good job 现在这么 doing nothing give you thirty percent down payment 你说 这不是一个 就说 还没干 先给你三十的钱 原来是干完了 才给你五十的钱 你说你学佛吃亏吗 你当好人吃亏吗 我说 今年 咱们还是出不去 人家拦着咱们 请经的 请函的 给我照相的 送儿子的 给我磕头的 还给我送画的 送字的 太多了 我说 我说 今年 我们到年底 大家都知道 中国吃年饭 像我们这种 供应商 supplier 一定要请 这个purchaser 就是购买的人 我们叫买主buyer 必须得吃饭 吃饭送红包 这过年吗 这是 你平常 你没法 entertain your customer 这是 你平常 没法照顾你的客户 你只有借着 春节的时间 你才能照顾 所以我们春节 都特别忙 春节 两个真事 约好了 中国吃饭 李总 给我打电话 胡大哥 跟您说 跟您老得高个价 中午真出不去了 公司整个楼 都让农民工 给围住了 我只有跳楼 我才能去吃您的饭 所以说 大哥 心灵了 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我现在正在报警 都不知道 我说 我说李总 你是什么原因 他说 就农民工 我说你们单位是没钱 还是怎么 不是没钱 我说你怎么不给人家 不这就是习惯吗 哪有不欠钱的呀 这给了70%还不知足 我说你这百分之百应该不应该给人家 应该给 我应该给你 为什么不给 领导也不批 都说能欠就欠着 企业多留点钱 有好处 什么都花完了 大家想想 你说他是真明白啊 还是假明白 你说他是迷惑颠倒啊 你还是 你还说他是觉悟 他要明白因果 人家的钱 你留住 你今天少晚给人一天 以后人家晚给你一个月 你今天少给人一块 以后人家给你钱的时候 少给你十块 甚至更多 我是过来人 我原来也有钱 我就是不愿意给 把他我手上牢靠 能不给就不给 别人都给了 别人都这么给70 我给到80 我心里就不舒服 现在咱们明白了 这权力全下放 我跟我的合同执行部说 我只要我听说分包 有一个到公司闹 我就开除你 你这个榜样没做好 该给钱 一天都不许诈 只许早给不许晚给 只许多给不许少给 弟子归说了 凡取语贵分小 买卖吗取语 取就是从别人拿 语就是给别人 贵分小说清楚 学佛不是让咱们当傻瓜 说有钱就给别人 不是打水漂 不该给也给 不是 凡取语贵分小 该给人多少 给人多少 语一多 给别人的时候多点 做买卖吗 早点 取语少 跟人要钱的时候 少要点 晚要点 人心厚烫 没有人不跟咱们做生意 我说我们这两年的时间 对吧 我说你这个合同执行部的经理 轻松嘛 哎呦 我都糊弄 别提了 我原来她是女同事 我一到年纪 我脸上长疙瘩 我说为什么 我急的 我这风包来了 你走了 我钱又要不出来 我多难 我家在中间 你看 现在的员工多气势 在这种公司工作 是吧 该给钱给钱 是吧 而且人家胡老板还多给 还早给 是吧 小小不言就抹了 比如说给这29万五 给这30万吧 过年了 你看看这种风包 给咱们干 出去人说什么呀 你看人家汇通公司 人家学佛就是不一样 你看 你看你给那家干吧 没给钱吧 哭了吧 你看他给汇通干 早就给了 通知咱们取钱去了 又有人羡慕 为什么呀 老板学佛了 你说 老说知恩报恩 我们拿什么 报人阿弥陀佛的恩 我们拿什么 来报净空老人家的恩 我们何德何能啊 我们要做世人的榜样 我们把我们真实学到的东西 做给世人 让他们对佛法 生起信心 因为生起信心 他们就学了佛 因为学了佛 他们就离苦得乐 这就是报世人 除此之外 尤海弥陀佛的恩 你没有第二个方法 来次 一分钱不用花 学为人事 行为事 学 学清楚 给人讲明白 行 行动当中 给人做好朋友 从我做起 从我们家做起 从我的商号做起 从我的邻居做起 从我的分包做起 从我的竞争对手做起 从我的开发商做起 这个社会 还会有冬安吗 这个社会 还会有灾难吗 不会 还有另外一条道路 社会能和谐 家庭能幸福 个人能健康吗 No 我们数学当中 有一句说 有一个说 存在 且唯一 是吧 数学当中 是吧 这个题 存在不存在 解 存在 Exist And only 而且就一个 什么 放下自私自利 唯一的道路 千万不要 存侥幸心理 留着自私自利 我还能够幸福 社会还能和谐 天下还能太平 No way 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